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道楼梯被地震震裂出成人拳头般大小的裂缝 相当触目惊心 旁边墙壁也因为地震裂开掉落水泥块 会看现场还有师傅正在抹上水泥填补中 零四零三大地震之后 机动市立会议长同志委 接到仁爱区仁德里长王朝成 博爱里长邱三元 以及新店里长陈又毅三个里的里长反应 盖在旭川河上乌龄将近50年的亲民 至善以及明德三栋大楼 每栋144户 总共432户 不少内部及外部都出现裂痕 钢筋裸漏 以及瓷砖掉落的情况 大家都相当担心是否能够抵挡得住 下一次大地震的袭击呢 因此鉴请议长同志委邀请市政府相关单位 以及结构技师前往查看 评估是否应该拆迁补偿这三栋大楼的住户 要求政府立即的来做一些补墙的措施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两位结构技师来看 除了补墙是马上的安全问题以外 我们应该做一个长期的结构鉴定的评估 是否有拆迁补偿的必要 我们应该朝向这个方向走 因为这个问题讨论了非常久 也被市民诟病很多 但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块中继宅之类的 等等让我们的144户乘以3的所有的居民 有一个安全的空间 然后来做一个都更的必要性 我想这也是基隆市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陪同初步勘验的结构技师表示 这三栋大楼到底是补墙就可以 还是必须要拆除改建 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测 我们刚才巡视了下来 有非常多的粉底土剥落跟钢筋外露的状况 然后伸缩缝也没有设置 所以其实我们是建议说 可以做进一步的鉴定 来评估说它是不是能够再抵抗下一次的地震 那是不是要做拆除或者是做补墙的动作 这个都是等后续我们的鉴定报告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跟民众跟市政府这边 再做一个协调跟讨论这样 议长童子伟表示先前就不断呼吁过市政府应该建立 吉隆市围绕都根专责检验平台 如今地震已经过了几天呢 那我想我们也在脸书上常发表 我们应该做一个都根的检验平台 而不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才处理事情 我们应该长期来看因为我们吉隆市有非常多的老旧大楼 因为我们开发非常的早 所以民国三十年四十年盖的房子 现在大部分都在市中心 都非常的老旧 我们有没有专责的平台 都发出有没有规划专责的人力 来看我们每一栋大楼的安危 你看经过地震过多少天 今天是第几天了 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也呼吁市政府 我们应该积极的作为 弄一个平台 检验基隆市所有老旧房屋 我想这是一个长久的解决之道 同志委认为所谓围绕都根专责检验平台 就是由工部门投入调查建立机制 让民间民意代表来提报 并且整合都发处公务处等单位 定期进行公开的基隆市都市更新说明会来回应民意 而陪同会刊三栋大楼的基隆市政府都发处则表示 这三栋大楼是否符合黄丹建物 甚至是红丹建物的标准 都要等待委托的两个工会技师检测之后才能判定 而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到目前为止 全基隆市只有暖暖的一栋建物贴上黄丹 我们也是会委托那个结构技师这边 后续会做结构的评估 那至于那个黄丹的部分 那个我们会经过两个技师工会 确认过之后 我们才会判断它的那个黄丹的部分 那目前我正式发文的是有一个黄丹的建筑物 都发处指出其他有提报的建筑物 都还需要相关技师工会检测结果后才能判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早就被市府都发处列为围楼的一一路和新四路口的老屋 在花莲强震后发生坍塌 为了保障路过人车的安全 市府展现效率连夜拆除完毕 那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地震 那个显然就不安全了 那所以我们就积极的来把它拆除 那可以做新的来规划 我觉得新的规划一定可以对地主跟屋主创造新的价值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基隆市很多地方的写照 不止这里 有44年屋龄的仁爱区联洪社区 在地震后钢筋裸露更加严重 住户相当担忧 市长谢国良到场会刊关心 指示都发处将联洪社区列为优先都根标的 由于基隆的都根专案办公室将在4月底成立 市长谢国良有着很深的期许 强调都根是基隆未来要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期盼改善老旧房屋问题 为民众来打造安全的居住环境 这个也是基隆市未来要发展的 我们的都根办公室也即将将成立 就会针对一些老旧的房屋以及市中心 需要更新的一些地点来做积极的来更新 大家也希望可以透过都根来创造更新的房子 打造更安全的居住空间 所以我想都根对民众来说 过去可能基隆市房价很低 所以大家觉得可能不值得都根 当然大家都可以看到 基隆市未来也是一直在升值当中 基隆市的价值 基隆市的房屋 基隆市的土地 所以这个就会让都根产生更多的一个立志 更可行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会积极的协调 更多的屋主 在都根办公室的努力之下 把更多的老旧区块老旧房屋来积极的进行更新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这边啊 这边啊 都一样 来到调和市场地下停车场 看似平整的路面 但其实坑坑洞洞就像来到月球表面 路面出现坑洞 车辆经过容易摇晃 角落的花粪池也曾经堵塞 官员会找来厂商尽快修复 希望能够提供干净的停车空间 这边因为我接触我也不是腐蝕很久 当初我也不知道花粪池在这边 怎么一直冒出来 那个好像就是粪便啦 中正区调和市场是周边八斗子地区 采买蔬菜 鱼肉的场所 但因为周边的停车位少 地面都是红线 因此地下停车场提供免费服务 但却很少人知道 对啊 很很没 都这样沾沾沾 下雨的话整个都漏水啊 都漏水啊 如果修的话会不会人比较多一点 而且都免费停车耶 对啊 会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人家有的 好的车子都不下去了啦 市议员许岳池邀请了市府产发处市场科人员到场会刊 针对停车场路面不平的情况 研议争取预算进行改善 我们这所在的地方呢是调和市场的一个停车场 那调和市场是传统市场 那促进传统市场的一个消费呢最主要还是希望能够便于停车 但调和市场的周遭呢它都是属于红线 没有办法方便民众采买 当时的调和市场其实有设计这个停车场的 但这样的一个停车场因为道路的一个破损 甚至是斜坡的一个排水不顺畅 基隆市常常下雨的地方 常常在下雨之后就会有积水的问题 让停车更不方便 那今天特别来看希望能够进行调和市场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修缮 那未来也能够促进调和市场的一个采购方便 瑞茨这边呢希望能够争取建设经费来进行停车场的修缮来维护 也希望停车场能够维持免费的停车来供民众停放 邻近海科馆的调和市场因为地理位置加才买方便 但随着传统市场转型 人潮不在 摊贩希望将停车场整修之后 提供更舒适的环境 吸引更多的民众前来消费 记者黄壮明基隆报导 市长谢国良与成功国中东光国小棒球队选手一一握手 恭喜他们在基隆市选拔赛荣获冠军 将代表基隆到嘉义参加全国赛 并制赠选选手嘉蔡金 勉励两校的棒球队投出胜利为基隆争光 公国中东光的棒球队 荣获113年软式棒球基隆选拔赛的冠军 也要代表嘉义参加比赛 我想这边大家都表现得太棒了 也给自己给掌声搭车好不好 好 这几天有去全州运动会 我们都还有派遣体育防护员 来协助他们做更多的恢复跟復健等等 所以在这边鼓励大家继续的努力 为基隆争光 为台湾争光 市长谢果良也勘察成功国中 去年底完工的活动中心 并表示市府支持体育运动发展 期盼透过舒适的运动空间 和学校攜手来培育体育人才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开始 柔道社孩子们认真学习 每个动作相当扎实 不管是过肩衰还是正面迎击 这群来自和平岛地区的孩子们 加入柔道社 有人从小学到大 衣服渐渐缩水 司议员吕美玲和民众党 金融市党部主委林玉峰 慷慨购置新的衣服 亲自送给孩子们 除了和平国小以外 还有八斗国小 那如果说其他的国小愿意的话 我也全部的都可以免费 包括詹教练 他可以免费的来教学 然后在柔道府上面 我也会来共同的募捐这个柔道府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 推广柔道 让孩子防身 并且让孩子全能开发 其实在和平岛在中正区 也是算是很乡下的地方 那在旅艺员跟詹教练的努力下 让我们和平岛的小孩子 有多一个的选择 对 其实柔道运动是很好的运动 也希望他们借由柔道运动 能够学习更多 对啊 那将来为我们和平岛 争光 也为基隆争光 担任和平国小柔道士教练 同时也是基隆士体育会柔道委员总干事 詹正杰 更是无私的奉献 不收取学费 希望让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能够习武健身 因为我们那开始要推展这个柔道运动的时候 就跟议员情谊啊 希望议员能支持我 那议员听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也非常的有那种心来协助我们来推动这个运动 那其实运动很多种类型 但是对柔道这个来讲 它是比较属于防卫性质的这个运动 那除了防卫以外 它保护的这个练习啊 也是从基础开始建立的 那多年来那个议员啊 不管是在实质上啊 物质上啊 衣服的赠送啊 这等等 其实议员非常支持 所以我们很非常感谢议员这样子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的一个行动 参加钟晓宇联合运动会 柔道组的比赛 我们成绩大概可以拿到 群人西人是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奖项 那成绩非常好 女子团体我们拿到第二名 男子也分成绩也非常的好 那不管男生跟女生 都能拿到个人赛非常好的成绩 很多小朋友 原来在刚进来的时候瘦瘦小小的 可是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 发现哇原来 原来他的身体能量这么强大 感谢了教练还有预员 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 三教练 詹正杰教练是我很佩服的一个教练 他为了要推广楼道 尤其他的老师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楼道 我认为是一个楼道家 他也是我们全国楼道裁判 然后他为了要秉持的老师的信念 把楼道推展下去 所以他是无私的奉献 甚至不收费用的来指导教导 这个每个学校的楼道社 甚至积极的奔走要成立楼道社 那因为他来找我 所以我就觉得被他的那种真诚 而且那种信念感动 甚至他也告诉我 其实运动不仅可以让孩子防身 也可以刺激到那孩子大脑的开发 潜能的开发 而且让孩子更有自信 因此我就觉得这是对的 而且也看了非常多的 许多的国家也都是借由 这个运动来开发孩子的潜能 因此我非常赞同他 所以无论他跑到哪一个学校 去成立楼道社 我都会积极来邀约大家一起来协助 然后共同来成立楼道社 并且在他们需要物资的捐助的时候 我们也一起来帮忙协助 课堂上小朋友认真学习楼道术 希望长大之后 也能够帮助他人回馈社会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6个资费方案我们会全面调降 还特别提出了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个人是觉得呢 真是非常的幸运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 从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 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经车停泛合法骑游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盛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慈云寺的财神殿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孕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来到慈云寺 直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心众怨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得到财神殿参拜哦 市长谢果良在仁爱国小体验投篮 现场小朋友响起欢呼声 第21届SBL继第19届WSBL超级篮球联赛 4月12号起连续两周的五六日 在基隆体育馆开打 市府为了推广篮球运动 学生穿制服或持学生证 都可以免费进场观赛 同学们都相当开心 欢迎来基隆 耶 好那我觉得谢市长上任之后 有很多这个很有活力很年轻化的政策 那包含其实市长刚刚有提到 去年Plus League的热身赛 就因为市长的关系到基隆来办 那今年算是SBL21年来第一次到基隆 那我觉得对基隆对篮球来讲 都是一个这个划时代的创举 那非常感谢市长给 呃 来就学会的这个机会 这次有机会可以去看篮球赛 听说穿制服什么都就是 学生啊 市政服都要请大家去看 那你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为什么 因为可以看免费的篮球赛 很高兴SBL的球星来基隆比赛 谢谢市长市政府 呃可以增长到更多球技 然后学习更多比赛的一些技巧 你自己有在打篮球吗 有 平常放学后或者下课都会来打球 他觉得打篮球的好玩的地方在哪 呃可以放松心情 然后而且还可以促进身体健康 我们主要是要来宣传 从明天开始 五六日跟下一周 4月19号的五六日的这个SBL 跟WSBL在基隆举办 这个六天的这个比赛的精彩的赛事活动 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跟学生朋友来参加 学生朋友凭学生证或者是学生制服 就可以免费进场 基隆市民也有半价的优惠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以来很努力的 要把更多更好的体育环境 尤其是篮球队要引进到基隆来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持续的还在努力中 继续提升我们基隆市的体育品质跟体育赛事的成绩 是我们市府最坚定而且最要执行的工作 我们相信我们也会在未来继续的把这些工作做好 但是这个周末跟下个周末 积极的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到基隆来看我们的SBL跟WSBL 仁爱国小在基隆市中小学联合运动会 荣获国小男子组篮球冠军 国小女子组篮球亚军 因此这场赛事开打记者会 市长谢国良跟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副处长徐燕丽 及仁爱国小校长陈立国 和现场的小朋友们一起跟直篮球员相见欢 那我也特别跟各位小朋友 那个说一下就是 基隆其实有出产过非常多好的篮球员 那林志杰你们应该都有知道吧 记者会中出身基隆的球员也分享 很高兴能回故乡来比赛 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比赛这样 现在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比赛 感觉是雀跃还是紧张 还是现在的状态还是平常心 是蛮雀跃的 然后就是也很高兴啊 然后也比较兴奋这样 但是呢总之运动运动真的都是很好的 那这个我自己有时候也喜欢玩那个投篮机 投篮机也是可以有一些运动体力 那当然打篮球也很好 大家都我们都积极地在各项的运动上做出好的成绩 也把更多的体育环境带到基隆来 这次SBL基隆赛事 比赛前一小时开放入场 学生平学生镇或穿制服免费入场 在市长谢果良的争取下 基隆市民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半价优惠 欢迎民众踊跃上网订票 记者黄志生 陈时平 基隆报道 位在八堵路六二快速道路八堵段桥下 这块目前都是杂草 大约两千坪的空地 在立委林沛祥鼎力协助 攜手基隆市议员联恩典和暖暖区 八南里长陈碧琴积极积争取下 不啰嗦现场会刊不到五分钟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就同意 无偿借用给八南里和暖暖区公所使用 很开心就是代表林沛祥来参加 这个高公局桥下的绿美化的借用 无偿借用 那未来也会配合地方 看有什么需要的 就是争取更多的空间做美化使用 市议员联恩典指出 这块两千坪的桥下空地 原则上将规划为机车考照练习场 以及篮球场使用 那特别也是八堵八南里的里长 也一直在争取 那今天很顺利的 高公局也欣然答应 等到我们把程序走完 他就无条件的来借用 那借用之后呢 我们现在最急的 就是我们现在市长谢国良 也在推我们这个电动机车 那让我们这个电动机车 特别有一些的 第一次要接触机车要学的 这边有一个场地 也就是做这个机车考照 这个练习场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这个我们也要利用这个空间 再继续往下推动 要做风雨操场 来做篮球场 我想这个是非常多 年轻人这个要运动所需求的 那再一次要谢谢我们的立委 来协助我们这件事 谢谢我们林佩祥委员 还有连恩典议员的帮忙 让这块可以好好的利用到 可以让我们的里民 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来这边运动 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里班公处也愿意任养 让这里的环境更好 至于取得桥下空地使用权之后 市议员连恩典表示 将委员暖暖区公所接手管理 也将请基隆市政府民政处 公务处以及交通处 尽快协助除草基本整地铺设 和划设进出动线等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公车开过来到站牌前 让民众上下车 由于基隆体育场施工中 工地围离 临时占据了原有公车站牌的一些空间 造成民众等车时 相当靠近马路的车道 市议员郑文庭接获民众反应 特别会同市议员陈军佐 陈怡 邀请市府交通处公车处相关单位 到场会堪解决 鱼场施工之后确实造成 后车民众的这一个等候车辆 公车到站之前的一个危险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就希望交通处的 这个交通交工科 能够在现地划出一块区域 让民众在后车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 同时也能够用绿色的这个油漆 把它涂出来 让行经该处的车辆 都能够提前警示 就是希望那个交通处 画一个类似人行道的区块出来 让后车的民众能够安全的 在那边等车 对啊 不然你现在这样看 而且那个围离都会挡住 公车站牌 很危险 在议员会刊和市府的协助处理下 希望能提升体育场站牌 这个后车区域的安全性 也呼吁驾驶人行经这里 能多注意等车民众的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哦 刚刚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车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报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加 网络投资 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播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的踩 学校附近有婴啊人 医院周边有老大人 人车拥挤处有探夾人 5号这行啊口有咱处来人 整条路都赶紧 特定区域小心 减速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设斩包租贷款4.0 以屋换屋 可跨县市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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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租贷款333 方便行 安心住 幼儿专责医师 陪伴宝宝走过0到3岁黄金发展期 提供连续性全方位的整合性处理照顾 不只宝宝看医生 也让医生能更充分看看宝宝 每次见面都让宝宝的健康成长更进一步 11月1日起宝宝出生 即纳入幼儿专责医师制度照顾 医生神队友 医生好帮手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